韓國瑜的選舉支票 又開了一張 到國外去游學一年 做交換學習 所有的費用 我身為總統的忙 我一定會想辦法 幫我們大學生 研究所的措施來解決 我們的孩子 一定要跟國際接軌 讓所有學生出國游學 費用政府買單 總統蔡英文 聽了也奉勸韓國瑜 想清楚再講比較好 韓市長其實先前也講過 這個故宮的所有的文物 要一次站 那在高山上要設升旗台 甚至於在選高雄市長的時候 也講過要到太平島 這個瓦石流 那我是覺得 已經是總統候選人了 要講政策的話 一定要先聽過一個 比較完整的評估跟規劃 要不然支票開越大 將來票票的可能性越大 韓國瑜開了一張教育空投支票 教育部回應說 一直都鼓勵學生海外學習 但出國交換有四個前提 第一是足夠的機會 教育部鼓勵大學多千姐妹校交流 第二像是經費 目前則透過高教生跟計畫 鼓勵大學提供交換機會 學海計畫提供獎學金 另外還要加強外語以及生活能力 第四是學制搭配 許多人擔心出國交換導致岩壁 大學必須有所規劃 我們的孩子一定要跟國際接軌 韓國瑜拼選舉至今 政見幾乎都是拋出大象 卻缺乏規劃 事後再補充說明 但政策絕不是先講先贏 加上先前的例子 似乎已經改口成習慣 三地新聞 林芳穎報導